原标题比凤凰传奇还要知名度,还被邀请去联合国演出,因车祸撮合了两人相信,如果提到国内的华语歌手组合的话,想必很多人绝对不会陌生凤凰传奇这个组合吧。 他们的歌曲经常被一些喜欢跳广场舞的大妈们拿来播放,因此即便你不知道他们,也一定会听到他们的歌曲,但是有这么一个组合比凤凰传奇还要火,甚至还被邀请到联合国去演出,这个组合就是九月奇迹。 如果熟悉九月奇迹的人都知道说,他们名气比肩凤凰传奇,还真的不是说说那么简单啊。 记得在09年的时候,他们参加星光大道的比赛中,一举斩获了年度总冠军。 过了两年不到他们还上了春晚的舞台,此后的他们两人便慢慢成了春晚的常客。 先后五次登上春晚的舞台,可见,他们的名气有多大了,不仅是春晚的舞台,各种玩的飞起。 他们还被邀请去北野那大厅里面演出更加让人感到意外的事,他们还受到了联合国的邀请。 去美国纽约的联合国总部里面,演出可见,当时的他们两个人的知名度又高了。 当然,大家可能不知道抛开事业上的合作伙伴,不说他们私下的关系也是让人羡慕的。 虽然大家都知道,他们两个人是夫妻关系,但是,很少有人知道,早年的两人,非但对对方没好感,反而都有些争锋相对的局面。 可谁也没想到,两人却因为一场车祸走到了一起当车祸发生的时候,王小海紧紧互助了, 他使得王小海伤势没那么严重,他因此彻底被感动了。 也正因为这场车祸,最终撮合了两人。 在16年的时候,男方向女方求婚成功,并且在12月份正式领证结婚了时至今日。 两人从相爱到结婚已经过去了十几年的时间了,也没有传出什么绯闻这一点。 是值得很多人学习的当然遗憾的是,结婚两年多了。 他们也没有孩子当然抛开两人的私生活。 以及是一些不谈双方,还是十分有爱心的组合。 在11年,自己刚刚成名不久,他们在一个剧院演出时, 他们就邀请了西藏福利院的一群小朋友来演出。 他们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来做一些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。 这一点就是真的我们很多人学习的。